桃花燒餅皮從機器運送出來 接著擠上紅豆和奶油內餡 讓人看了就想咬一口 宜蘭雅典蛋糕工廠 從製作到包裝 採用機器全自動化 環境相當乾淨 但在日前卻接到這樣的投訴 有民眾用手機拍下這樣的景象 就看見一隻蒼蠅在機器上面 飛來飛去 在一旁的工作人員 卻完全沒有理會 讓拍下整個過程的民眾直呼 真的太可怕了 這位民眾將影片PO上網以來 大批網友回應 有人留言說工廠衛生欠佳 更有人直言 太噁心了吧 還有網友調侃 通通消配蒼蠅更補 令人不解的是 大批觀光客隔著玻璃窗 檢視製作過程 業者怎能如此大意 放任蒼蠅在廚房裡 四處亂飛 也不禁讓人懷疑 這樣的衛生環境 真的有待加強 業者除了急忙自清蒼蠅 只有一隻 其他的是機器上的螺絲帽 經衛生局介入了解之後 也把將近三千個銅鑼燒 全數銷毀 如此大動作就是希望能挽回商譽 只是那一隻偶然的蒼蠅 要去真的被消費者吃下肚 後果誰來負責 記者林生宜蘭採訪報導